歡迎收看有熊老師 陪你教我數學 我們這一集要來介紹有關平行的另外幾個重要的知識 那首先先簡單的重新的介紹一次 我們曾經介紹過這件事情 這個叫做平行四邊形面積交換定理 就是這裡有兩個 有一個矩形ABCD還有一個平行四邊形 這個BEFD 要順著念 順著繞一圈BEFD 那這樣子的話呢 這個矩形跟平行四邊形你覺得哪一個面積比較大呢 那麼我們前面曾經介紹過這件事情 那在這裡再說一次 我們可以知道這個三角形 我現在著綠色的這個三角形 它是矩形面積的一半嘛 那其實呢 你如果用平行四邊形的角度看它的話 它跟平行四邊形是同底 那因為平行四邊形的面積是底層高 那他們也同高啊 所以平行四邊形面積是底層高 但是這個三角形它的面積是底層高除二 所以這個三角形呢 它同時也會是平行四邊形面積的一半 也就是說平行四邊形 它的這一邊上面任何一點 連起來跟兩個對邊 手拉出來的這個 這個三角形面積都會一樣 而且都會剛好是這個平行四邊形的一半 那所以這樣這兩個平行四邊形 也就是說ABCD這個矩形 和BEFD這個平行四邊形 這兩個平行四邊形的面積是一樣的 為什麼說兩個平行四邊形呢 因為矩形也是平行四邊形的一種 所以說這個面積跟這個面積是一樣的 所以底下這一個也是 這裡有兩個矩形 ABCD跟也是BEFD 那這兩個矩形的面積其實也是一樣的 這樣有看出來嗎 那麼這一集第二個要介紹的是這個 我們如何做平行線 我們在前面介紹了平行線的性質 同位角相等 內處小相等 同側內角互補嘛 如果我今天希望 做這一條線的平行線 那我要怎麼做呢 其實我們一般最常用的就是同位角相等 我另外畫一條線L 如果我要做M的平行線 我另外畫一條線L 那在這裡四邊就會產生一個角E 對不對 然後我在L上任意取一點 複製這個角E 就是這樣畫 然後這樣畫 這樣畫 OK 那我接著呢 我複製這個角E 那當我這條線畫出來的時候 它就會跟這個M平行 對不對 因為同位角相等 我們前面說過 不只是平行線 同位角相等 內處角相等 同側內角互補 還包括就是說 如果同位角相等 那這兩條線就是平行線 同側內角互補 或內處角相等 也會讓這兩條線變平行線 所以我只要複製角就可以取得平行線了 那你看我們前面提到過兩個角如果它的線都平行 兩個角如果它兩夾邊都平行 他們可能是相同的角或者是補角嘛 所以一樣的道理 如果它是相同的角的話 那它又有一邊平行 那是它們是共邊啦 那它其實另外一邊就會平行 這樣子 OK來看上一次有這個作業 那我們在之前有跟大家提醒過一件事情 也就是說這個是這個作業上的一個小小的陷阱 就是我們在使用平行線性質的時候 一定要去確認它真的是平行線 這個問題裡面它說ABCDE是正五邊形 這是它告訴你的 然後它要問你下列何者錯誤 那麼在這一題呢 如果你試著想要用平行線性質你會發現怎麼樣 這個55 這個55 那理論上我們剛才在上一集推論過 這樣這個角應該要是110 那它就不是正五邊形啦 因為正五邊形內角是108 那所以題目寫錯嗎 除非你很肯定 否則不要輕易的懷疑題目 題目沒有寫錯 這個真的就是108 那為什麼這兩個55 因為它並沒有平行 如果這裡108對不對 你如果平行就會夾 就會剛好夾起來上下合起來是108嘛 你如果沒有平行 往這邊歪 那這樣子你這個角跟這個角夾起來是就會 合起來就會比108更大 因為你在把這兩個角打開嘛 所以其實這個圖就是這樣子 看起來L跟M是平行的 但是其實根據題目說它是正五邊形 這兩個又都是55來看呢 其實他們L跟M並沒有平行 所以後面的推論 如果必須要L和M平行才能夠推論出來的東西 就不是對的喔 來看這個B租C 那麼B租C是36度對不對呢 對不對呢 這個東西就是關鍵說它需不需要L跟M有平行 那因為這個是正五邊形 正五邊形這個內角是108 對不對 然後這邊又是跟這邊一樣 所以它身為一個等腰三角形 一個盾的等腰三角形 然後頂角C108的話 那另外它的底角就會是180-108 72除以236 所以其實1是對的 再來 C珠P等於17度 這個肉血一個度 等一下 腳C珠P是17度 那C珠P這邊 這裡是17度 那這樣子對不對呢 這樣子對不對呢 好 那我們先還好像有點難看出來 不如先來看第三個 他說AFB是53 AFB這個是53 是不是呢 因為它是一個正的五邊形 所以這個108 那這個108之後呢 這個剩下的是72 72-55 所以這個是17度 可以嗎 這個是17度 那這個是17度一樣 剛剛算了這裡是36對不對 這個108-36 這裡又是72 所以72-17 那這個是53沒有錯 那我不是53 55 那然後呢 那為什麼它這裡會有53呢 就是說如果你把它一個角當110 你把這個角當110 這個角當110的話 那你就會發現 喔 這個算出來搞不好就是53 110 對啊 之類的 那 但是反正不是 它是55 好 那下面這個角呢 這個角55 那所以下面這個是55嗎 其實不是喔 要注意這一點 下面這個角並不是55 那下面這個角是多少呢 我們剛才說的嘛 這整個是108 108減掉 108減掉55 所以這個角是17沒有錯 所以2是對的 3是錯的 那麼最後A1有沒有平行DF A1有沒有平行DF 那這個是 很多人不肯定的嘛 那不肯定的話 很多人就覺得它是不對的 可是其實它是對的 你有沒有發現它這裡55 我們剛剛這裡算出來也是55 它是同位角相等 所以A1有等於 A1有等於DF 那我們在解釋同位角相等 如果學生沒有辦法 第一時間看出來的話 就畫出來喔 這是A1 這是L 那這是DF 對不對 然後在這裡是55 在這裡也是55 這樣子 之5之類的 可以嗎 差不多這樣 好 重點是上面啦 所以它是同位角相等 所以A1有 有這個平行於DF 那事實上我們正5 正N邊形 裡面的這個 裡面的這個對角線 如果你是奇數的話 那你的對角線就會 平行於某一邊 五邊形的話 你的對角線就會平行於某一邊 如果你是正5邊形的話 所以這一條是有平行於這一條的沒有錯 好 那所以何的錯誤呢 答案是3是錯的 可以嗎 這是上一次的作業 好 那麼有一題讓大家來想一想 利用我們目前為止所學到的知識 但是我現在在圖形上有一個五邊形 我在網路上看到一個非常有意思的題目 我在圖形 在平面上有一個五邊形 它不是正五邊形 它是任意一個五邊形 那這個五邊形呢 放在L上面 DC就在L上 那請你在L上取兩點 X跟Y 可以怎麼樣呢 可以使得AX 無所謂 先畫起來 可以使得AXY這個三角形的面積 剛好就等於這個五邊形ABCD 的面積 要如何能夠做到呢 大家可以想一想 利用我們目前所學到的知識 做圖的方法 各種的三角形的平行線的 好 腳平分線的 中垂線的 無所謂 總而言之學過什麼就用 然後這裡有另外兩題 把長方形ABCD沿對角線L折起來 就是把這個長條折下來 那折下來之後呢 它要試證明 MX有等於MY 可以嗎 下面這個 我有兩個平面鏡 一個是甲 一個是椅 一個是椅 可以輕一點 現在我有一道光線L L射向了椅之後 根據反射原理反射到甲 再根據反射原理反射到椅 再根據反射原理反射上來 如果甲跟以這兩個面鏡甲角30度的話 那當L的入射角是70度的時候 經過這樣反射反射反射 最後的這個反射角X會是多少 求最後的這個反射角X會是多少 可以嗎 大家想一想 好那我們這一集呢 這個就不閒聊了 要說明的東西蠻多的 如果你剛才這幾題沒有想清楚的話 可以按個贊停想要再往後看喔 我們先來介紹這一題 那這個東西我們在之前有講過 它有關的觀念 如果大家那個時候沒有特別留意到的話 現在把它寫上的筆基本上 我們說這個平行線呢 如果遇到小平分 就會產生等腰三角形 提醒大家去觀察這樣子的現象 平行線如果遇到角平分 就會產生等腰三角形 以這個問題為例 這是長方形紙條 所以這邊它的兩邊是平行的 那麼所以呢其實這個角 會跟這個角相等 這個叫做內錯角相等 有看出來吧 然後呢因為它是折疊的 它是折疊的 所以當B折過來的時候 這個會跟這個一樣 因為他們是對稱的嘛 軸對稱圖形 我把這裡遮起來 這個地方跟這個地方是軸對稱圖形 這是它的對稱軸 這就是折疊 對不對 所以這兩個會一樣 那你就會發現 欸這兩個角相等 對不對 那我就證明出來了 MX會等於MY 那廣泛的會出現 比如說有關這個的計算問題 讓你去透過 方程式求解 甚至是一元二次方程式求解 來去解一些數字 我們在這裡就 說明這個情形就好了 下面這裡 求X的角度 那其實這個問題單純就是 希望你一路一路一直去想而已 那我很好心 都把法線畫給你 其實我們遇到反射 最重要就是要畫法線 在物理 在這個理畫上 要留意這一點 那所以法線畫給你的話呢 其實你把角度求出來就好了 這個70 這個的話 旁邊這個是70 對不對 那這個是70的話 這個是20 入四角等於反射角 然後這個20 那然後這裡呢 有沒有看到 遙遠的這邊有一個30度嘛 所以根據內角合180 有沒有 這個20 這個就 這個大的 我這裡太多角度 我不想寫在這裡 所以我不寫內 我不用內角合等於180 我用這個外角等於兩個內對角合 所以這個20 這個30 合起來50 在這邊 對不對 那所以這個是40度 那當然你也可以說 中間這裡是130 就是180 減20 減30 但是我就寫外面這個 這個40度的話 這個也是40度 然後那這個是50度 可以嗎 那一樣 根據這個外角等於兩個內對角合 50 30 這個80 那這個是10度 所以這兩個都是 包括x也是10度 這樣解出來嗎 這樣解出來嗎 然後來看我們剛才的這個 很有意思的問題 我要如何在L上 找到兩個點 使得 ax和ay 會剛好是 整個 五邊形的面積呢 那在這裡呢 也許沒看過要去想 會有點困難 但是那所以說這個問題其實很適合怎麼樣 丟給學生慢慢想 不管是分組 分組討論還是回家作業這樣子 去試啦 因為他就是有一點難度 有一點難度 那不過沒有想出來沒關係 首先我們先還原了原本的問題 那我要如何做呢 其實這一題的這個做圖技巧是這樣子的 我先把A珠跟AC連起來 然後過1點做一條直線會平行A珠 我們把這個做圖流程寫一寫 那流程寫下來是這樣子的啦 我把A珠AC連接起來 然後分別過1點 做一條平行線會平行A珠 而且會交L的那個點 我把它取叫X 那這樣子要怎麼做呢 那我們剛才這個說明過了 做平行線就是複製角 那我要過1點 那我要過1點又要複製角 那我要怎麼複製呢 所以其實他在這個做圖上面 要用到一點點的 你要去思考這件事情 有一點點小小的技巧 就是說我這個我要過1點嘛 所以其實我的這個 我要做複製角的線 我必須仰賴這個A1這條線 那我這裡是不是會出現一個 一個角 對不對 所以其實我是在1這一點上去複製這個角 這個有點難想像 就算你知道你要過1點做平行線 你也可能 一時之間不知道該怎麼做 所以我在這邊 好就做了這條線 這條線就會平行他 然後怎麼樣呢 交L於X點 可以嗎 那一樣 同樣的道理 過B點 然後去做這個平行線 會平行這一條 也交L於X 那麼同樣的呢 利用這裡 這裡 這個角 我複製這個角 把AB延伸之後 我喜歡 這個角色 是 真的 每個角色 都被抓到 回跑 這樣 可以嗎 我可以 這樣 其實 拿來 在這條線 好 那這條紫色的線呢 因為這個角會跟這個角一樣 這個角會跟這個角一樣 所以這條紫色的線有平行這條橘色的 那所以這裡是Y 那我將取得這兩點XY之後呢 連接AXY 這樣我就取得了這個 AXY的面積就會等於原本的 五邊形ABCDE 那麼為什麼呢上面是做圖啦上面是做圖 上面寫的是做圖的步驟那我們下面來寫推論 我把ABCDE畫出一點讓大家辨認它 現很多 那我們為什麼要做平行線呢其實在這裡用到 我剛剛跟大家說我們 教過的都可以用但是就是 讓大家去想說我們到底學過了什麼要去試 我們從一開始教幾何證明就說了 我們不要只是記得怎麼做才會是最正確的 其實就是你要不斷的去試不斷的去想 為什麼這一題我們做平行線利用的是什麼呢 我們教過的什麼東西呢 其實是利用我們前面講過平行線的話它會有等高 所以在平行線裡面拉出來的三角形它的高會 一樣 好 那麼所以我今天 我們可以看到如果我扣掉整個左邊 我扣掉整個左邊 我們來看右邊這裡你會發現 橘色的這條線 跟 綠色的這個 ABC 它的面積其實應該要會等於是 AYC 因為他們是等高的 因為這兩條有平行 然後他們的底邊都是AC 對不對 那同樣的在這一側也是一樣 我如果把這邊都遮掉的話 那麼A珠X它的面積要會等於這邊綠色的是A1珠 所以整個五邊形的面積是 A1珠 A珠C ABC 那我就可以把ABC換成是ACY 然後把A1珠換成是AX珠 那就會變成AX珠 A珠C ACY 就會變成三角形 AXY 可以嗎 透過這個方式來去做到這個事情 那這個證明的步驟就不寫了 因為我已經講完了 那 不知道大家有沒有想到呢 其實算是蠻不容易想的啦 其實這種結合的問題要出到難 是可以很難 那就是難都通常都是難在就是 有這麼多方法我怎麼知道要用什麼方法 所以在一開始在我們教的還算少的時候 其實我們現在教的幾何的這個 知識已經算 比較簡單的那一些了後面都還會越教越多 在我們一開始教的還算少的時候就要一直不斷的去引誘學生 去思考 去尋找到底要用什麼方式來去推論 不要讓他們養成習慣就是反正等一下老師要講答案 那包括你們看有熊老師的影片也是一樣 雖然沒有錯啦我會講答案 要不然呢因為我們影片也不可能放在這邊空等 那 所以說 我都會跟大家說要按暫停的 那如果現實的情況下 你們聽老師講完他要大家想一想會怎麼樣 就要自己想要把握這個機會 不要只是在等答案 要不然等到你越學越多 的時候 你想要去思考這個 到底哪一些是我學過的東西 我要 用到什麼東西的時候 你會發現 因為你前面的練習 這個思考的練習太少了 然後現在你就要面對一個高難度的 就是你很多東西都已經學過的時候 你就會很難 很難下手去想 那這樣你的這個結合推論就會到某一個 時間點就會開始卡住 那所以要平常要多練習 在一開始剛學的時候 這個是這一次的作業 這個是這一次的作業 那對幾何來說最重要的就是推論啦 最重要的就是推論 這留個平行四邊形 如果 AC是6然後 這個 AB是8的話 請問他的面積 底下這個是5 請問他的面積會是多少 那類似剛才的反射的問題 這一次他是 從這一點反射上去反射下來再反射過來 那最後問你 這個 圖中X的度數 要問這個啦 要問這個 這個的度數 不是這兩個XX 問這個的度數 OK嗎 那我們課上到這裡 我們 來 按路